民间工艺品瞎掰,又名鲁班枕,是中国古代建筑大师鲁班发明的一种民间工艺品,分开后能知能和,能做能枕,也是古代一种开发之力的玩具鲁班。 公元前507年,公元前444年,春秋时七鲁国人,姬姓,公书士,明班,人称公书盘,公书班,班书,尊称公书子,又称鲁班或者鲁班,换称鲁班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石墨,这是一件普遍而大用的工具,至今很多地方还在使用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花锤,很多古代宫殿建筑装饰的结构,多用于大型庙宇,后来有了琉璃娃,估计也是根据花锤的原型制作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战车,除了这个以外,还有云梯,钩墙等各种作战工具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鲁班巨,据说是根据带齿的叶子,和蝗虫的牙齿的启发,而发明的,随着科技的进步, 虽然多了很多省力的工具,但其原理不变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鲁班尺,鲁班尺长约42.9厘米,相传为春秋鲁国公书般所作,后经风水界加入八字, 以丈量房宅吉凶,并呼之为门工尺,又称脚尺,主要用来校验报销后的板,方材以及结构之间, 是否垂直和边冷成直角的木工工具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墨斗,墨斗由墨仓,线轮,墨线包括线锥,墨线四部分构成, 是中国传统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工具,很多人应该在林郑英先生中的电影中看到过, 现在装修墨斗的用处也极其广泛,操作性快捷,方便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豹子,W用来刨植,削薄,出光,作品雾面的一种木工工具,木工必备的工具, 人工校准图片来自东方IC。